我唐君很早的时候就说过,糖尿并没有什么食物是不能吃的,只是量的问题,但是不得不承认,管住嘴很困难,很多糖尿因为没有选择好食物,血糖波动很大,有些高热量高升糖的食物,糖尿是应该限制食用的,所以糖尿并有了解一些不该吃的食物,对长期吻糖是有帮助的。 今天我唐APP帮糖尤总结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糖尤少吃最好不吃的食物,一,糯米,糯米其所含糖分较多,升糖指数较高,其中,糯米饭的升糖指数为87,属高升糖的食物,不利于控制血糖,二可乐,炎热的夏天来上一杯亮亮的可乐最好不过了,但是,对糖尤来说这样的选择不可以取。 三,方便面,这种方便食品,如今很多人已经把它当做主食食用了,但是他又要知道,方便面大多数为油炸食品,其中的油脂打都加入了抗氧化剂,长期食用会破坏其内煤系统,引起早衰,另外,其主要成分为电粉,盐,进食后不利于糖尿病病病情的控制。 四,冰激凌,冰激凌跟可乐一样,都是夏天很多人不能离开的B数家品,但很遗憾,冰激凌含糖量高,糖有食用后一引起血糖升高,另外,很多冰激凌中加入了蛋黄和奶油,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,食用意引发糖尿病心血管病发症, 还有一些水尘类,比如,螃蟹,墨鱼,烫头鱼等,蔬菜类有,水里红,前菜等,水火类,桂圆,大草,蛆子,荔枝等,这些获胆不纯含量高,或食用后能却助生糖,不利于残后血糖的控制,糖尿要谨慎选择。 夏季炎热,温糖APP推荐三类酱糖食物,助糖有控糖顺利。 第一类,苦味的食物,与精对应的是苦,苦涩的食物对缓解甜蜜的疾病效果较好,比如苦瓜,苦枝等,吃点苦,少吃钱,能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。 第二类,低糖,低热量食物,主要为绿叶极瓜鞋类蔬菜,竹空煎菜,菠菜,黄瓜等,富含纤味素,多吃一些,血糖也不会超标。 还有一些水果,比如苹果,米红糖,柑橘,但是食量比蔬菜要少,不能吃多。 第三类,清热热造的食物,这类食物能清热滋液,生肌热造,最改善糖尿病油的因许那热体质有很大好处。 特别是在闷热的夏季,能缓解口嘎,口渴,烦热的症状,比如冬瓜,木耳等。 下载吻糖APP,学习更多糖尿病知识及用风经验,帮助糖尤稳定血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吻TT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